娱乐之传小歪解说 好那你现在收看的是百大经典的第46部的一个比赛视频 好地图的话是尖的物的 这边的话我们看到了是英斐青涩的人竹 另外一边的话是弹种 地图是GW一张非常非常老的地图 当年因为WCG比赛的话是有这张地图 所以这是WCG比赛吗 有三星的标志有可能就WCG比赛啊 距离什么比赛我还没关注 反正就是一场之前的比赛又是NewTV的OB 因为这张地图当年是WCG的地图啊 所以呢也是很多选手必须得到这张地图上面进行训练 因为你不可能指望着的话 哪张图上面是我短板我自己把它给绊掉 这种这还不靠谱你知道不稳定 所以想赢想要确保自己出现的话 你什么图都要玩得6 什么图都要有什么方法 哪怕是一张劣势图 你也要有一个大招或者有一个针对性的打法 对这就是你想要赢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方法 好的那这边弹总的用了精灵 呃两个人呢还是一个比较近的一个位置啊 因为这边拉了个民兵进行探路 这方向倒是有点稍微准 正好是去隔壁探路正好能探的 那弹总这边首发英雄选择的是我的 比赛版本是1.23的版本 那民兵先出门 这个 哦这牛TV啊牛TV的logo印在了地图上面闪闪的发光 哎这边是三星的标志啊 民兵应该说发现了还是比较早的 那现在是要去找对方的BR 但是说实话 GW张力图为什么不让人喜欢的原因 就是你像这种怪对吧 以前大家都知道 这种石头人至少掉一个大雪瓶 大蓝瓶 或者是掉一个三级的永久品 这是掉一个什么图环 你说这这谁数得了啊 肯定不能接受嘛 所以这个点链级性价比非常低 当然经验是不会少的 好的 那我们看到warden首发 还是比较吃等级的 那所以的话装备有 有更好的装备 当然就不用说了 那如果说能让我等级到三级也是OK的 而且这个是1.23版本的一个warden 那个版本非常bug啊 那个时候warden这个独标只要65点半的 所以现在是75点半的啊 10点半的很关键 你多放某次都多好10点半的 你就可以少好少好多个主标 英飞这边是一本 直接选择拉民兵去对方家里面开矿 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凶残 你家是我家 对 我要在你家里面放他 看你服不服 但我这边在里面补了自己的一个BR 那IC也是回家 那这个反正打法就非常的简单粗暴了 直接选择一本TR 英飞这个一本 当年英飞也是曾经有段时间 英飞是无限的无限的一本TR 对不管打谁就是一本TR 当年木曾经也被英飞TR过好几次 我印象中 哎 否掉 印象中印象中非常深刻 就是那次MEST的那场比赛 不是 IEST就是联想的一个比赛 当时英飞是TR三把木 最终是英飞一比二输给了木 连续三把 对 木这边防TR也是防的不要太深啊 小金刚过来爆了一下 爆掉了一个水人 大法师蓝眼爆干了 不过另外一个水人还在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弹种这边的部队有点少 两个AC加一个 我的 然后利用大树的一个输出 大树一巴掌拍上去很疼啊 这目前为止 大树是本场比赛里面输出最高的单位 没有职业 对 你看他排一下 还能还能受得了 哦 还有BRBR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树嘛 都是一家一家亲 我等已经被打残 虽然蓝道是很多 但是他这个血色已经没有了 再排 利用大树的一个输出 对 一定要利用好 只能多拍一下试一下 我能这边被点了一点疼啊 天马就黑了 天黑了 请闭眼 好 这个AC点死了这个水人 我能现在只有半管经验 但是这边因飞的塔已经好了 后方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派了一个商店 派民房 啊 这边持续的补IC 月景也是有 哎呦 这边我们看到BR已经站起来 准备往这边拍塔了 一个塔 一个剑塔 一个圣塔 一个圣塔 已经好了 那圣塔对于窩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啊 这抽窩人 窩人都抽的非常难受啊 因为他这么多蓝 200点了 他没有用技能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对吧 就不想带我喝井水的时候 没法补给 那现在你这个抽我来 就抽我血啊 真的是抽我来 就抽我血 三个AC了 点塔还是要点一点的 BR上来先拍 对 哦 这个部队血 真是有点残啊 哎呦 又是一个极限 哇 四点血 隐身 这个真的是有点稍微极限 如果说没有能够隐身 成功的话就挂了 好的 我现在这边只有十几点血 非常的残血啊 IC继续隐身 把那边堵在那边 隐身 隐身 因为没有没有粉轮化 还是有点难受 BR上那边一坐 箭塔也好了 哎呦 这全全部残血啊 这边商店 马上就把这名房给拍掉了 所以人主来说 拍掉个名房也是非常讨厌的 待会人口就红掉了 所以这个拍掉一个非常难受 这边一口月井好了 窝人这边喝了井水 主编要不要给毒标 给毒标大法师 大法师有点危险 对你进去了 我打你一轮 再打你一轮 大法师往后面钻一下 我这个窝人一个毒标杀出来 这有点可怕的 突然间如鬼魅一般杀出来 因为这边现在已经有两根塔 第三根塔马上就好了 这边AC过来点塔 一轮 大法师又是爱了个毒标 大法师有危险 基本上走远了 这边我们看到 AC一轮其实要把这根塔给点掉 农民继续修塔 这个塔一定要修 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 哎呀 被带回去的很多农民 现在这边可能待会 拉民兵过来再支援一下 只有123个农民在修塔 有点修不住啊 对方的这个AC在拍 还好这边又来了一些 农兵跟福特曼 一根圣塔也被点掉了 现在这个局势真的非常严峻 大法师去中间是泡一下温泉 还好是一个生命之权 要不大法师要自杀了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箭塔 还好有一根依然是在的 这边的民房被拍掉了 对 现在英飞来说也是非常难受 只有30人口的上线 哎 这边窝人跟大法师都在那边泡温泉 大法师100多点血 窝人也是在泡温泉 双方都是一样的一个享受 非常舒服 那这样的话 这波TR应该是失败了 大法师没想到窝人这么能忍 忍了这么半天 最终是 哎呦 当着你的面链接 有点凶 有点凶的呀 对 我忍了很久啊 独标终于甩出来 一次性的量 这样 我大法师走位当时出现问题 他以为对方窝人不敢出来 对吧 一个独标 哎 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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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窝人反正这边有隐身嘛 你拿我没办法 对 你这个拿我没办法 当然大法师也不怕你杀我 我反正有有有 泉水在边上 我挤压中了 基本上局势已经是有点严峻了 有点严峻 大法师现在是没有买买鞋跟买粉 对 然后窝人这边过来 哎 这窝人被卡里面了吗 不会吧 把这点给练掉 IC过来一起练 哎 又拉出民兵 再来TR吗 二次TR 就让我想起以前那个什么 北伐 这个护国战争 第一次护国战争 第二次护国战争 对吧 第一次北伐 第二次北伐 这上次是第二次TR 因为也是这你们已经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如果说什么再组开矿 或者什么 三二本科技 绝对没前途 好小军队正常到 但是有点慢 对方已经到家里面了 这边因为没有 哎呦 部队赶紧要TP回去 我说IC 能不能死几个 往往都IC 敏捷书加上 吸血光环 我操 打个吸血光环是到什么意思啊 全是IC打个吸血光环 减 绝对是屌到天 比亚被点掉一个 越界也被点掉一个 大法师现在躲起来 他要谨慎一点 那因为天已经亮了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弹种来说也是蛮讨厌的 不过好在IC真的很多 福特曼有顶盾吗 没顶盾福特曼还是比较脆的 现在肉薄 一个刀扇 大法师100点manda 小精灵要是过来爆一下 防止大法再找水人 现在这边福特曼跟IC是肉薄 IC肯定是肉薄 不过这边福特曼 个个都是饥渴的汉子 这边妹子顶不住啊 对 但这句话怎么说 只有根坏的牛 没有根坏的地 好的水人被点掉 爆掉被爆掉 大法师马上有水人了 小精灵要爆一下 122123124125点蓝 再招一个水人出来 福特曼基本上已经全球覆没了 一个水人招出来 现在IC也有点残 有这个福特曼进去一轮 都没干啥事情 都被点成这鸟样了 福特曼也被死掉 四级沃人马上就 现在大法师就只有一个水人 加一个大法师 这边防御塔还有两根 大法师也升到了两级 对方四级的沃人 还好沃人没蓝 现在IC有1234农民修塔 修塔因为这个1.23版本 这个塔还是比较坚挺的 哎呀民兵又拖过来 又一个IC被点死 修化兄弟们 修住这个塔 这个塔修住才有未来 修住塔就真的爆炸 哎 塔好了 又一个IC被放倒 这波IC死了有点多 哎呦 又一个IC要倒了 感觉这已经没地方走了嘛 毕竟天亮白天的时候 这IC一个个被推倒啊 弹走这一波的IC全境覆没 当然对方大法 对方的这个福特曼也全境覆没 双方进行了一波惨烈的交换 目前来说 我们看到这一根箭塔 又是够对方喝一壶 我等这边刀散了一下 但是没有足够的办法继续刀散 他如果能够继续刀散 这些农民全的经验 我摸的马上就到五级了 在里面补了两个BP 现在继续得继续防守 然后窝人这边有刀散 散一个 散一个 我好这这我感觉很有想法 这么多当农民很肥啊 这一波这一波很肥啊 窝人不太舍得烧散吗 精神喝一下 再来个刀散 我靠 杀了一个才好吧 还好杀一个就还好 两个BP在补了 这边的话还在补弩车 弩车 对因为这边也是RCT 感觉又站稳了脚 在目前为止还只剩一根塔 所以还好 不过女练手真的比较怕劲 比AC还怕 大瓦子现在配着Footman去点对方的BP 现在 有小精灵爆一下 水人立马拉开 但是还是被爆到了 又爆一下 还得再爆 还得再爆 水人已经全被爆干 但是这边的Footman是强行换你的BP 你没有任何办法 大树跟着女练手先点掉这些Footman 但是这个BP的话是凶多吉少 被点爆了 大瓦子因此升到三级 三级大法师就有点稍微可怕 大法师先把这瓦子的清醒给点掉 哎呦 伏特曼 我觉得一个刀扇可以全倒 现在我们看到情况就是这边大法师准备修个商店补给一下 然后瓦子只有90点来 100多块钱 弩车点点上去刀扇一下 哦 试杀 nice 又是一次试杀 瓦人已经四级败了 我这个一本TR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蛮很血腥啊 很血腥 你说现在这个局面你能看出来随隐随数吗 也看不出来 人主又是在于他有防御塔精灵的又是在于他这个高等级的瓦人 现在这边负责麦基本上又被人家全部杀掉了 但是大法师现在你有三级两级水人将非常的可怕 又是个刀扇 好 又转了一下 瓦人这边要不能再展出一个 哎 又 现在是夜晚 现在夜晚 点了一个月时 弩车一个只有一个弩车还有点稍微辛苦精髓再填一填 瓦人这边能再刀扇一下吗 刀扇一定要杀上对方大量的单位 弩车往后面钻 而后面家里面的话是只有26人口没有钱没有木材资源用的非常极致啊 其实有钱有木材说明有问题啊 像我的话就说明有些时候钱很多有些时候木材很多他这个又没钱又没木材说明他把所有的钱都花花掉了这个就很牛逼了 现在水人过来点这两级的水人跟一级水人差别还是有点大的大法师也是只有一张草鞋 那现在这个基地目前来说还没有大的问题 但是井水基本上已经干掉了 弩车虽然有两个 瓦人已经五级了呀 哎有没有可能性这个时候升个三级毒标就直接刺杀这边大法师 三级毒标杀一个三级大法师基本上525点血三级毒标一个毒标就225点血不算后续伤害 两个毒标大法师就挂了 是所以我在想这个有如果有足够的曼娜的话我就可以刺杀大法师了 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大法师给刺杀掉又刀扇一下 哎哎他选择用刀扇杀对方又又一个弩车点死了一个农民 我能现在真可以考虑机台也没点掉了 弩车哎又杀掉一个农民对 你那时候又死掉了 这现在这个水人是光剑我在想 擒贼仙气王吧水人的关键是打大法师吗 大法师如果没有了哪来的水人啊对不对 对现在小精灵修一下车的车太脆了又是个刀扇杀掉一个 好这就哎躲进去对吧躲进去还没死哎还在躲进去被弩车给点死 你哪里躲我能这边也是只有一个小清醒装备也是有点够寒承的啊 因为对方有鞋所以的话也注意好血量又是个两极水人 而现在真的是水人才的王道啊 所以所以爸爸太牛逼了 哎呀这车子也倒掉了 咱了辛辛苦苦咱两个车子全部被点掉 这边有一二三根塔在点击点击的压力非常大 那另外一边这边现在是出ic 我等这边现在五级但是我在想真的可以考虑这个刺杀的大法师 大法师先刺杀掉让人主也是血霜加霜 现在因为这边的防御塔起来以后这边补了一个慢疗 要要斩水人水人才的王道你水人过来可以点小点这边的一个 哎哎大法师这我等我等现在就没血啊又是个刀扇扇不是对方 紧水再喝一下我能有点危险啊有点傻反隐身都隐身不了感觉有点没救了哎还紧水一路喝过去还不死 再个刀扇哎又是一个福特曼死掉 紧水再喝夜晚的时候这紧水舔一舔还真的把他舔到一点点现在我能是五级半 好的现在这个基地小精灵都没法修的话基地真的要招不住啊也又一个小精灵被点死了大法师三级多 然后福特曼不服血这边的又福特曼又砍死了一个ic大法师火球飘一下窝的都是一些这两个英雄打了这么长时间 这张比赛他们练过极吗这张比赛他们两个人一个点都没练过吧真传比赛就没练过极啊大哥小精灵抱了一下要再在ic点他一下但是ic自己可能要死掉了紧水喝一个 哎呦是一剑最后一下没点死他三点血这这也是有点烦修一下这基地要被a爆了我好惨基地被a爆了没办法真的是顶不住了这边小精灵好多小精灵穿出来在这能走出来吗哇这么多小精灵走走走小精灵过来爆吧爆掉一些哎呦这小精灵出不去啊福特曼堵成一道人墙小精灵全机覆没呀惨到极点啊小精灵要不就自爆吧但这边的小精灵真的一个个被杀掉大法师已经是几多 无力回天啊我们看到因为强行把单种给t压下来了中间我等是当哎他这个吸血光环刚刚没减吗 他可能觉得不太合适对如果让因为看到他减了个打了一个吸血光环可能觉得不开心首先就没减大法师现在是把月景给拆掉应该是要去买个单船我觉得安全一点 安全一点买个单船坟也可以坑有一组那就没问题了那那那现在这个弹种基地都被人家a爆了怎么办了开始练极了这是本场比赛第一次练极啊 哼真是没练过极但是因为这边现在福特曼各种拆建筑啊把你什么月景啊全拆光 对然后找个时间就去争取开个两框吧隐身药水小无敌各种保命道具三个保命道具单船无敌隐身药水太齐全了 独标还150简单两两极独标 大法师隐身了哎呀机制的很啊 是机制的很准备好链接大法师在边上看一下隐身大法师看到这边有个弩车 对 链接的时候我给他导弹了哎我走哎我走对这个先要下个组标可以用无敌躲一下 对无理躲掉对这个肯定躲掉你了再阻一个下大法师就没什么血了 锤一下 因为隐身躲锤 不要太秀啊 这隐身躲锤啊 这种还是比较少见了啊 这个ic就这么淡定的 把这个锤子给躲掉了 好的 现在这个比亚有点顶不住 还好小精灵在修 但弹总这个钱啊 只有297块钱 这钱也不多了 哦 地图上面练集练了 就练中间练了一个点 还不能说他是第一个点位练集 这边还练了一个点了 现在这边我们看到窝人 我靠这窝人有点猛啊 会不会到六级啊 弹总已经被显示了 因为这边把这基地给开出来 还真是一次开矿啊 我前一开始说就是去开矿的 果然没说错 就是去开矿的 两下又散掉一下 好了 两个农民被杀掉 你这样开矿没那么容易 无论这边井水喝一下 然后钻砖出来 你大法师敢挡我 大哥 你你你什么身板 我什么身板 再来 又是个刀扇 闪傻 我的现在六级了 六级了各位 六级了 哎呦 井水还有吗 喝一个招个大招 呦大法师感觉把人家TI 下来还是不行大法师 哎呀 9点血死了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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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盘了呀 呦 这 这什么比赛啊 大哥 基地都被他打爆了 居然还能不能翻 一个我等 直接把所有的人都单位给杀光了 大法师这边买活 残也是有点惨 残也是有点惨 这边现在还有很多个尸体 可以过来把这个防御塔给剪掉 反正这无敌的嘛 这尸体很多 再来尸体很多 赶紧利用一下 把这个塔给推掉 也有经验的 这个时候我能等级 我能现在就是关键了 这大哥啊得养着他 家里面现在一旦一本科技有一个圣塔 这踢了下来 反正踢不下 还以为成功了 没想到这么坚强 好 把这个塔给全推光 又来一个 六个已经是极限了 再多也夺不上去了 他喝什么精髓啊 好 点掉 我要我靠 这真是猛啊 真是自信 另外一边 我能在外面练集 打钱 打点钱 然后准备找机会放一个生命之数 这边矿还可以开吗 七千块钱还可以开啊 真可以看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什么矿钱可以练掉 所以这个地方还可以再来把这个矿给补起来 木材也有 钱也可以够 又是个独标 那这个福特曼基本上就走掉了 一下 两下 第三下就走了 白白 拿这些东西应该去对方家里面了 大法是补给了一下 现在就就就就生二本科技了 这有还真没想到 我以为这把矿已经弄好 是真的 剧情非常曲折啊 导演导不出这么好的剧本啊 现在现在这边 我们看到复仇之魂是来了 就可以先把对方的这个塔给点掉 然后再点对方的一个农民什么都可以 关键是 这边大总完全可以有资本 把这个地方的矿给再 再再给弄出来 相当于复辟了 哎呀 复辟了 真是我家 你以为这么方便开矿的 想开话没那么容易 好 我这边这个不负责复仇之魂 要点塔 要点塔 点塔才王道 先把他给点掉 待会我等过来屠杀的时候就好方便了 你想想看 现在有六级我等去你这个人住家里面 你只要没有防一塔 这个不就是一二三的事情吗 一下两下三下的试想也是难受 哎不掉 他这边在练及 没闲着啊 没闲着 这个这个可以打这货啊 你这个无敌 这个不是无敌的呀 水人要把他给打死 这 这有点稍微犀利了 这水人欺负人家大哥 真是欺负人家大哥 好的 现在这边弹中的是宝矿 对 保住这边矿再说 大法师现在无所事事啊 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靠 没想到这帮这么猛 哎 又来一个复仇之魂 又A了几下 这A掉一些血 试一些血 因为这个时候你只要A掉这方 这个号的人家经济啊 好的 现在大哥快到点了 大法师这边是隐身过来 窝人不能走啊 不要轻易的走 这边水人一个 水人两个 大法师这边再到一些水人独标 这水人有点可怕 要打这个基地 打 感觉不好打了 大法师现在也是没办法 这真是没办法啊 对方水人大法师不敢出来啊 继续点点对方 大法师真是没办法使出剑 它没它不敢出来啊 这个六级窝人 但是好好 还好窝人没蓝了 白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精髓的回复 这边只有一口越紧 两口越紧 三口 四口 还有四口越紧 这大法师现在怎么办呢 打打药框盖子吗 继续点击 哎呀 这边又是招出了一个富途天神 有富途天神就能招出这个富途之魂 然后招出来以后 再去对方家里面耗对方的血 因为这边是主出男屋 出男屋女屋 破法大法师出来 矿盖子点一下 有单传可以第一时间走 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走 这不要不要犹豫 对该走就走 这不要不要想着什么侥幸一下 把那矿盖子打点退 至少能拖延一下对方的一个经济恢复的时间 现在家里面应该是待会二发一个三球 五个富特曼可以考虑出去练练级 这边还有一些点位可以练一下 练个舞 五级大法师三级水人 对方毕竟是没有什么驱散能力的 所以只有小精灵可以报 这个你报小精灵报道是报的有点伤的 水人 水人M主不要打人M主就可以了 细节还要到位 这个时候哪怕水人被净化掉 练击练的慢了也是一个损失 大法师带了三根塔 再来TR吗 难道是 这场比赛真的要把TR进行到底吗 你不矿给做起来对吧 我再来TR你 这边我们看到 弹种的利用复仇天神一直在外面练击打钱 他真的是打钱啊 不是练击 为了真正为了打钱练击也没经验 好 现在这边打了一个守护祖环家 雪瓶 双雪瓶 小无敌 各种装备都有 先把这个月经给要不给拆了吧 见什么拆什么 见什么 又来TR 这场比赛第三次TR 这事不过三啊 大哥 一个刀扇 福德麦基本都缠掉了啊 一个锤 锤上去围住 有团补吗 似乎没有团补啊 现在这边堵住位置 我等这边被围住了 撒粉 这有危险 我等要被被干死了 我操 哎 巨蟹又逆转了 这么窝人 这么这么脆的呀 没有啊 他这个都是独标 独标跟刀扇 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所以就大招 没有没有闪避的 没有闪烁 不是闪避 现在复仇天神 这东西虽然牛逼 但是你这个毕竟有实现 你过的话就没有了呀 对吧 你这个再嚣张也嚣张不了了 我这边三次TR 看来这次是有点走不掉 关键没有窩人了 而且还没法把窩人给弄出来 没钱啊 关键事啊 小精灵还得补一下 等到这个窩人出来猴年马月的事情了 好 把你月经给拆拆光 然后这边他起不起来 无所谓 我觉得这个时候只要把你这个月经打掉 你这个经济起不来 然后你这个窩人不出来 你这个哥们马上就没有了呀 这个嘛 我你再嚣张也就这么一会儿的时间了 是吧 你看你这这这这东西非常牛逼 但是我把你矿盖打掉 你没钱没钱 你就完蛋了 哎 窩人太脆了 怎么见面就被秒掉了 这窩人有点稍微紫糊的感觉啊 刚这么牛逼的一个窩人 看来有三球跟没三球就是不一样啊 好的 三球来了以后围住对方以后 大法师要火球点一点 现在墙才狂盖着 我们看小精灵要不爆吧 但爆的话他会又没有小精灵啊 呃 这也是个恶性循环 现在强行打掉你 哎呦 完了完了 梦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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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意都都没了 都没了 叽叽 还是没顶住啊 大哥 哎 这张比较真的非常精彩 我们看到 因为三次提啊 第一次感觉成功了 失败了 第二次真的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 第三次 就一击击中啊 把窩人给干掉了 看来三球真的是关键时刻一锤子啊 哪怕一击锤啊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威慑 大法师就是这么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只能招水人啊 我也只能出光环啊 我没办法打人家窩人啊 打不过啊 对吧 好了 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战中应该打得非常的顽强 在基地被对方给打爆的情况下 还能将对方的所有兵 加大法师全部给杀掉 但是还是抵不住对方那个有钱啊 这真是 没钱就是苦逼啊 哪怕你这个窩人牛逼 但是你也不敢轻举妄动 真是有点稍微鼓赖 好的 也是恭喜这边的英飞 这场比赛应该说英飞向我们展现了非常扎实的一本的TR能力 但是最终还是靠着二本的部队将对方给击杀 好的 那今天的这个 百大经典到这边 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多分享一下 我们 下场比赛再见 我是小歪